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來到 《坦仔海濱遊戲區》 和大家繼續聊聊天 今天也有一點緊張想說 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也有得著 因為其實自己 有時候是經歷一些事情 你會有體驗 很多事情是說 你說不出 怎樣說也好 你不及自己親身去感受一些事情 我覺得是很重要 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做人一定懂得去 感恩 感恩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別人幫你 可能是出於一些好意 又或者覺得你都OK 各種原因 有意無意間幫你的時候 其實真的要 懂得感恩 這件事 我自己都 我自問有時候 我自己都做得不好 有一件事 我其實 對不起 都懂得懷 終於懂得懷 有件事 因為其實 一段時間之前 都是 有位前輩 都在他身上學了不少東西 但大家有一點誤會 令到大家幾乎斷絕 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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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 但最近 其實是跟一班朋友 聊天 說起一些事情 令到我 有些事情領會了 知道自己 又不適合我 就在一個社交媒體上 跟他 真的 說抱歉 還有 其實我本意 真心說 這件事都隔了一段時間 我自己想 不求他原諒 只求他 真的 起碼知道自己 對他 真的有個歉意 當初自己 跟他 產生了一些 誤會 一些 自己也都是 有些事情是錯了 其實一直以來 我自己 都感恩他 教識我 在他身上都學到東西 其實是很重要的 無論 什麼情況 都很重要 就算是以前 以前工作上的 一些 經歷 我就 可能分 兩集說 因為 工作經歷上的 有時候 我覺得 會有很多 又不能說 委屈的 有些事情 在我心裡 沒有 分多集 再說 拜太祥 希望大家都 聽到 不會覺得悶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